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5号和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 外方代表团团长夫人 共同出席爱滋病防治宣传校园行 走进浙江大学活动 在热烈的掌声中 彭丽媛同来宾们来到礼堂前排就座 浙江大学学生表演了 充满青春活力的开场舞 美好青春我做主 随后彭丽媛同来宾们 观看了防治和抗击爱滋病公益宣传片 听取了校园防治爱滋病主题报告 红丝带的故事 优美的钢琴曲《爱》 表达了以爱抗爱的活动主题 打动了在场所有观众 参加里约奥运会的运动员 吴敏霞 孙杨 傅元慧 以及青年钢琴家吴木野 来到现场 应邀成为红丝带健康大使 加入防治爱滋病志愿者行列 大学生们分享了他们对爱滋病的认识 和防控爱滋病的决心 两位受爱滋病影响的少年 讲述了自己的成长故事 和对未来的憧憬 现场气氛热烈感人 彭丽媛和来宾们频频鼓掌 表示赞赏和支持 最后 彭丽媛同来宾们 在中国卷轴造型的签名板上 贴上红丝带 共同表达对防治和抗击爱滋病的 坚定支持和共同期待